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一點緊張 因為經過了金馬 然後有了金馬的肯定 他真的是 就是我們台灣現在不可多得的好演員 我們大家都跟你看齊 金馬影帝 以後真的是可以很大聲叫你金馬影帝 直接就在這邊 要掌聲 掌聲一下 真的來人太快了 就是 因為金馬影展的時候 我覺得跟著劇組一起去放映 在金馬影展放映 我覺得得到一些很多很正面的回饋 就像是不管是 跑金馬影展的記者 或是媒體規 那還有甚至是觀眾 我們都得到很多 那種熱烈的感覺 那現在是不一樣 就像是上面之前 我就會覺得 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一點緊張 是 因為經過了金馬 然後有了金馬的肯定 那 我希望 我認真的希望 如果說真的金馬獎是可以幫助到 這5片可以更多人關注 今天的那個社交媒體啊 一火啊 全部都是步驟 都是你耶 都是你那段 那個15秒 全部 掃版你知道嗎 就是我記得他們在拍的時候 我有一次來跟康仁視訊 在馬來西亞 真的啊 對 我在錄音室 然後我跟他視訊 我看到他的樣子 我就 我真的佩服 我剛剛康仁說 謝謝他把這個獎項留在台灣 然後他真的是 因為是我們台灣現在不可多得的好演員 對 然後很希望 我們大家都跟妳看齊 然後謝謝 真的真的真的 作為一個演員 願意把自己完全的放下 投入一個角色 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但在康仁身上 這幾次我一直看到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獎項 給他一些實質明度 然後 我由衷由衷的體驗開心 我們要疏忍 談 150 事項目 我們可以回憶 explored 這一次 經營 你 陸 你 我們